某书某义上几十万人都点赞了大同饮料 脱离网红绿镜直接盲喝 真的会因为味道重强吗 这个我爱喝 一般感觉我找到我的本命饮料 然而在看到包装后 它怎么会配料表第一类就是白砂糖 酱油加什么 再加上里面这个颜色你看好点挂 它这个包装就是我在超市里绝对不会买的类型 网红大同饮料走进现实生活 盲喝挑战现在开始 Lady go 第一轮咱们先测某树夸夸团重灾区 五颜六色果汁组 达传NFC巨峰葡萄汁 据说直接加冰就是一杯巨好喝的鲜榨葡萄汁 但是对它的期待还是蛮高的 然而 葡萄的那种香甜味其实很明显 就是我闻着特别甜 喝起来的话感觉不是特别浓 葡萄汁只能说是普普通通 再来评评它的同源兄弟鱼干汁 喝前辑的瑶瑶荣有沉淀 这款刚进嘴里的时候有一点点酸色的感觉 然后最后的话会有一点点回甘 一入口是一股药味 然后第二口就会有那种莫莉花茶的香气 你得咽下去之后才会觉得它甜 那你能给我就是声尝一下它原本自己的味道吗 这什么东西 巨酸巨色 我今天会上厕所很通胖 你再回过来喝就对了莫莉花茶之后好喝多了 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过这个浓缩果汁 看了文案说的天花乱坠 放一丁点再加上气泡水 一块钱实现果汁自由 它真的好喝吗 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喝的那个 最烧的那种药的巨像 超市一大格一大格 卖的各种形状五颜六色的软糖 然后你走到那个铺子前 就扑面而来糖果味 最喜欢的是加了气泡水之后 它刚好会有一些些那种小气泡 在你的嘴里蹦开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越喝越好喝的类型 看到网上推荐F椰子水的时候 当然是有点疑惑的 这玩意不就是打开椰子直接倒出来的 能喝出什么区别吗 没想到居然 这个真好喝 我特别喜欢喝这个 甜度不是很高 但是椰子的味道特别特别浓 有的椰子水你可能喝下去之后 你的嘴里会回着那种 带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 但这个就完全不会 带有一些回甜 然后呢 你会觉得你整个口腔都充满着那种椰子的香气 果然夏天就得是椰子汁啊 太好喝了 保加利亚先锋玫瑰汁 很多人冲颜值买的保加利亚玫瑰汁 堪称是富于花香 来自上帝后花园的饮料 全身透着尊贵的气息 加上气泡水更是一绝 它能俘获侧皮团的心吗 这东西就一看感觉便宜娄嗽的 就像对色素了 这味有点像小时候咱们买的那种橡皮 据我所知 就是这种粉红色的东西 大多都是樱花味的 樱花味的东西都特别难吃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同感 这个好好喝啊 我的天 我感觉我找到我的本命饮料 真的 有人同样喜欢玫瑰汁的吗 请大幕扣1走一波 下一组挑战升级 用相同颜色的饮料增加干扰项 让侧品团横向对比品尝 首先是四种黄色饮料 可以说是味道各异 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油切麦茶 传说中的减肥神器 有日本生茶 韩国玉米须茶 还有最近票圈刷屏的一整根人参水 推荐喝法式通通加冰就OK 巧克力味 这个行 尝着也有点巧克力味 甜的 它超刚的 这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喝过 它闻着对我来说特别像一个太肥糖 冲淡了的太肥糖的味道 但是真的感觉能闻出来一种 还不是咖啡味 还不是巧克力味的那种香气 是啥呀 这也是茶吗 这个闻不出什么香气 味道呢能明显尝出来是那种 偏绿茶的感觉 然后带有一些些的色 这是日本的那种生茶 对不对 你好精准 这个我喝过 不装了 穿白了 这个我还没喝呢 我就已经闻出了一股 特别浓的那种玉米的香味 它能闻出爆米花的味 它喝下去比想象的甜 我本来以为也跟这个一样没啥味呢 这也是好喝的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是咱们说有一些些的奇怪 它这么有股草味 绿豆味 这不是绿豆 你不但是其实不难喝 就因为我没喝过这种东西 刚一下口感觉挺怪的 但是你再品第二口第三口的话 有点意思啊 这组居然没翻车 除了人生水着实接受无能 另外三个还都挺好喝 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给这些饮料打几分呢 下一组当然安排了三种黑咖啡 某书博主人手一品 不买不是中国人的程度 说是方便省钱 可以直接当水的沦沦 来看看在咖啡小白的眼里 它们都是什么味道 这个真的像我感冒的时候喝的那个感冒通 这个你是不是从公司楼下直接打上来的 你会觉得它有一些苦 好像有一些色 就是那种量力难以下咽的一个冰美式的感觉 这才也是那种有一点苦有一点色 没有没有开玩笑 还是有一些区别 我会觉得这一杯比上一杯 它好像味道上来说会更清淡一些 然后这个苦味跟那个不一样 而且比那个要酸一点点 感觉这个就第二杯好喝一点 这个就是那种 就是有股火味 尝尝这三杯 但这个看起来是最黑的 它会不会最苦啊 我觉得这个好喝吧 但是我觉得跟它最像的是 我们东北小时候吃的那种糖瓜 对 它就太有股糖瓜味真的 这个蛮苦的 我觉得它这三个里面最苦的那一个 你会莫名觉得早上啊 如果你特别困 特别不想工作的时候 来一杯这个 绝对就是能让你精神一整天的那种 全部试喝结束 其实大部分味道都还行 还有一两个真的特好喝 但当然注意到 网上推荐除了口味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便宜大碗 那当大家带着已知的口味 在看包装时 还会因为网红滤镜重草吗 酱油加什么 在家里面这个颜色 你看还有点挂 这难道不是个洗衣液吗 2.1升 合理 你就觉得可能这么亮大的东西 要拿这个妆也合理 这个东西你放在那看有点渗得慌 它有点上桶子 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视频的男生 你们喜欢这种包装吗 或者我觉得女孩们应该不太容易喜欢 这个要真奶祸家 我还真奶 我觉得女孩们应该不太容易喜欢 因为这是玻璃瓶 没准这个瓶回去还能干别的事 感觉这个包装还是挺好的 这是个饮料啊 你刚放在那我还以为它是一个洗洁精呢 长得也太像了吧这个绿瓶盖 它怎么会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白砂糖 在草莓和番石榴的前面 这是合理的吗 它怪不得文采那么甜 特别像油瓶金龙鱼 尤其是底下这个还是这种金色的 怎么说呢 你这个颜值乍一看它有点上年纪 就感觉它的对标人群 应该是我爸那个年龄的吧 它的配料表第二位是白砂糖 但怪不得它就是还挺好喝的 我对生茶的这个设计就特别喜欢 你就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然后外面蒙着一层那种冷藏过的水汽 它就真的不要太好看好不好 这一波测评的三个品类里 当然比较推荐椰子水 日本生茶和韩国的only price咖啡 味道受到一致认可 配料表也都比较干净 在同类产品里也算真正的便宜大同 你们还有什么推荐的宝藏饮料或者喝法搭配吗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下期再见了 拜拜